你是否会注意到自己的事件中有漂浮物 它看起来像是小虫或者透明液滴 但当你想要更仔细地看它时 它又消失了 转移视线之后它又会出现 但你别去冲洗眼睛 你看的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 非文症 科学界称之为Moscay volitentus 是拉丁语中非文的意思 物如其名 它们有时很讨厌 但它们不是真正的虫子或者身外之物 它们就存在于你的眼球中 因为非文会不断地变形 所以人们会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 其实不是 非文是一种极小的物质 投影于视网膜 也就是眼球后部的光明组织 它们可能是小块组织 红细胞 或是蛋白质团 由于它们悬浮于不立体 也就是眼内的胶状组织 非文会随眼球而移动 眼球停止转动时 它又会稍稍弹动 非文大多数时候不易被察觉 当它们靠近视网膜时 它们就可被看见 这就相当于 你把手放在吊灯下 更接近桌子时 手的阴影会更明显 非文也会很明显 比如当你盯着发光的表面时 如空白的屏幕 雪 或是晴空 因为颜色一致的背景 会使非文更明显 当看到的光月亮 瞳孔会收缩得更厉害 这就好比把许多散射的光 换成一个大的聚光灯 也会使得阴影更加明显 另外也有一种视觉现象 与非文症类似 但与之无关 当你仰望蓝天时 会看到小光点在快速闪动 这是谢瑞尔式现象 这与看到的非文相反 此时你看到的不是阴影 而是一些让光进入视网膜 移动的小开口 这些开口是由白细胞造成的 白细胞穿梭在视网膜表面的毛细血管 白细胞大到填满整个毛细血管 这导致了白细胞深前的空隙 由于这些空隙和白细胞本身 相比于血管中的红细胞 更能让蓝光透过 我们因此看到小光点 沿着毛细血管移动 也随着脉搏而移动 在理想状况下 甚至会看到光点后 有条黑尾巴 这是白细胞深厚堆积的 红细胞造成的 有些科技馆中 会展览出一整屏幕蓝光 这会让你更清楚地 看到这一现象 虽然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现象 但每个人看到的程度都不同 就非纹症而言 大多数会被我们的大脑所忽略 但是树木异常多 或者大到影响视线的非纹 可能意味着你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但是多数的眼内现象 比如绯闻 或者希瑞尔式现象 只是委婉地提醒我们 自认为看到的东西 取决于我们的生理和大脑 就和取决于外部世界一样 我们经常提出 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是左撇子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抓住每个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